這是我小時候 用到現在二十幾年的羽絨枕 我不得不說你那個枕頭 大概比我的床髒一萬倍嗎 你說很多新的羽絨枕躺了兩三年 它還是那種 它沒有那種二十幾年的感覺啊 我到現在床上都還放著 我阿嬤的衣服耶 你該不會重啟一下這阿嬤吧 今天就要來跟大家分享 我平常都怎麼裸睡的 但不是針對裸給你們看 我平常裸睡呢 對床大概也有很大的要求 就是我的棉被一定要是很鬆 然後厚的那種 床單的材質一定要選天絲 就是很滑順的那種感覺耶 我因為是裸睡的關係 所以我基本上我兩個禮拜 就會換一次床單 然後一個月就會請人來出賣一次 我睡覺的時候 其實最在意的幾件事情 就是我一定要有娃娃可以抱 這是我小時候的背心 或者就是抱著我奶奶的衣服 我會很有安全感 再來就是我們家的 這個算是蕎麥枕嗎 然後呢 就是我小時候 用到現在二十幾年的羽絨 我給大家看一下歷史的痕跡 不要覺得我很噁心 我真的有努力想要換掉它 但是我真的 就是睡不習慣別的羽絨 我不得不說妳那個枕頭 大概比我的床髒一萬倍嗎 好嚇人喔 可是我是有請人幫我洗的 我其實一直有想過要換掉它 妳用多久那個 那個是我大概四十歲的時候 四十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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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很強耶 是妳忘不了那個味道是不是 沒有就是那個觸感是 就是它 妳說很多新的羽絨疹 它沒有它躺了 就算躺了兩三年 它還是那種 它沒有那種二十幾年的感覺啊 什麼 二十幾年裡面 可以寄多少東西 妳知不知道 我有請人幫我洗啦 可是就是我真的換不了 我就是它那個軟度跟那個彈度 是妳沒辦法 沒辦法翻掉的是不是 就是什麼什麼洗擦 洗擦絲拍啊 什麼任何那種很貴的羽絨疹 我都買過 我就是用不習慣 我沒有辦法啦 我一定要帶著它 但是就是如果有 像出去旅行的時候 我不能帶著它 我就會帶小小的蕎麥枕 就是也是我阿嬤幫我準備的 那個蕎麥枕 大概也是幾年的歷史 大概三年 三年會換一次裡面的東西 但是我不會全部換掉 我會加點新的 弄點舊的掉 因為這樣才會有那個 阿嬤的回憶啊 你講到阿嬤的回憶 我們也不好說什麼 還是講到剩一顆好了 對啊 剩一顆就是妳從小的回憶 那也是阿嬤買給我吧 也是阿嬤 對 阿嬤的就是來個什麼 我們都不能講啊 什麼的啊 不知道這種的啊 我到現在床上都還放著 就是會放著我阿嬤的衣服耶 啊 妳該不會重啟一下是阿嬤吧 太可怕了吧 太可怕了吧 妳沒看那個新聞說 我半師半了幾年啊 Oh my God 妳學會帶他老婆 一直放在旁邊啊 那很可怕 沒有那就是一種安全感啊 阿嬤是還在船裡這樣嗎 沒有 小時候的衣服或娃娃 我都還是會戴著 有時候我老公會說 老婆就是 阿嬤的衣服如果在這邊的話 我會不好意思摸妳 為什麼妳那麼愛阿嬤 我不知道耶 我阿嬤就是 就像我第二個媽媽一樣 就是帶著我長大 你知道就是跟阿嬤的那種 媽孫情 我就很在意這個東西啊